大家好 今天谈一下香港 现在很多网上 包括海外的 有些我看了 有些什么加拿大的一个女的 说要收回香港主权 然后又什么网上签名 说这个不能让香港人治香港了 大陆应该收回 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 有可能是好心 但是他可能海外华人 是不是 不懂得中国为什么 为什么要给香港这个自治权 还有当时中英谈判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白了就是这个香港怎么玩它 怎么玩香港 他们可能是老百姓 他们不知道 国际政治很复杂的 国际上 有时候你看这个好人 像大英帝国 你看的是好人 他实际很邪恶 有时候你看着很邪恶的 他实际上 他还会办好事 所以啊 这世界没有绝对的正义 也没有绝对的邪恶 那话说香港 香港是啥呢 香港 香港就是这个 一个手空白 戴上一个白手套 香港就是这个白手套 怎么讲呢 英国 美国 包括西方国家 在香港有很大的利益 在九七回归之前 邓小平也是拿香港 海外 像英国 美国 在香港的利益 来要挟英方 如果香港 是不是 你不和平回归 是不是 那就动用武力 一动用武力 英国 美 英美 在香港的所有利益 灰飞烟灭 他们捞不到一分钱的好处 最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香港什么的 主权什么的 拱手还给中国了 就是中国已经看穿了 英美在香港的利益太大 到今天 英美在香港的利益 比九七回归之前 还要大了 还要大 这个利益 你们自己啊 可以参考一些资料 我可以告诉你是个 天文数字的利益 这个利益 所以英美啊 是不是 他不能放弃这个利益 那他一旦不能放弃这个利益 香港这个白手套 白手套是干嘛的 是不是 有些脏的东西 需要戴上白手套 去跟他接触 香港就是这个白手套 大陆有些 是不是 不方便用的 不方便动的 用香港这个白手套 去跟他斗 去跟他接触 防止污染自己 回到大陆把这手套一摘 是不是 出了罗呼海关 不就回中国了吗 不用戴这个白手套 香港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白手套 看成避孕套也行 就是一个避孕套 对 避孕套也行 香港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大家不要以为香港有多厉害 你可以把香港看成中国大陆的避孕套 插入欧美 自由世界的时候 插入的时候 带个套 香港就是大陆的一个避孕套 记住这个行了 我姐跟你讲东西都是千千一懂的 深层东西 时间有限 另外你也不愿意听 你就记住这个就行了 那这个插入以后 插入以后 戴上避孕套插入以后 欧美要高潮的 是不是 欧美是要高潮的 他高潮 特别像美国 现在有香港立法 英国在香港 是不是 也开始发话了 香港一闹事 英国就啥 就闹事了 就立法了 是不是 这么老插他 是不是 他国内高潮了 搞那高潮了 国内高潮 好吧了 他只要一高潮 国内一立法 就是我之前讲的 你care的 很多事你不care 这个事我 我也不care 我之前举那海地 海地大家知道没有 海地 佛罗里拉州南边 有一个小岛 叫海地 那个国家 最自由最民主 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 也没有人去 法 那个法 那个什么 美国 英国 不立法 没有因为海地 立任何法律 那就说 美国 英国 不care 海地 因为他在那 没有利益 像那个 加拿大那女的 讲的 他如果把香港 收回来了 这个 冰套 没了 冰套 没了 英美 英国 美国的 这些资本 会损失掉 损失掉 以后呢 那就像变成 香港变成海地 第二 英美 没有 没有必要care香港 不care香港 不care香港 最大的坏处是啥呢 中国手里的这张 香港牌没有 台湾也是这个道理 美国现在 台湾是第二个冰套 台湾是大一点的 大会儿冰套 祭典嘛 美国也立法了 给台湾 香港和台湾 在西方 是不是 是可以触碰 触碰西方祭典的 是触碰西方祭典的 一个逼云套 查入西方的时候 用香港 会让西方高潮的 那么这个逼云套也好 这个高潮的工具也好 香港 对中国很重要 我给你举个例子 华为 为什么英国后来又统议华为 继续参与英国 英国的5G了 是不是 实际里边啊 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和中国在英国利益 是互相交织在一起 掺和在一起 那么如果中国在英国利益受损 那么英国在香港利益 也会受损 这么解释 你就大概清楚了 不是因为英国人发善心 英国人没有善心 没有一个国家会发善心 跟你好 是因为我爱你 他说我爱你 你可以当他放屁 没有这句话 永远出于利益考量 我说的话永远是对的 你记住这个 出于利益考量 他才会啥 他才会跟你合作 那么最大的利益是 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利益是个天文数字 你可以想想 他立法了 香港有风水草动 英国会出来发话 香港怎么怎么样 香港怎么怎么样 他说话是因为啥 触动他的利益了 触动他的基点了 他才出来说 这就是中国手里的牌 明白吧 你开耳了 你开耳了 是不是 那我就好办了 我知道你开耳啥了 咱俩以后面可以谈了 这就是香港救了华为 香港救了华为 可以这么理解 华为中国的利益 在英国的利益 和英国在香港利益互换 这样中国等于香港 这个白手套给中国什么 还有台湾 保驾护航 这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东西 避云套吗 避云套吗 你得保驾护航啊 所以有了台湾 有了香港这两个 是不是 避云套也好 白手套也好 保证中国崛起 说你海外华人 你现在要求台湾 香港 是不是 这么快收回来了 那你中国手里 这样排不没了吗 很多人说 香港这么乱 是不是 大陆人看得很闹心啊 你们还是玩政治玩的少啊 可能见识比较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住在英美 那些国家人 总是有一种幻想 世界可美好 就像那高晓松那些 小白猪 不是天天吃麦当劳吃的 以为这世界啊 天生就是什么 可美好的世界了 政治很黑暗的啊 政治啊 也是需要聪明人玩的 我在美国纽约 我待 我待差不多的一个月 半个月 我觉得我智商下降 我不知道那些 在北美那些人啊 他们智商有没有下降 他们如果回来啊 我告诉你 那帮海外华人 特别在英美体系那种 玩的那些海外华人 在国外待长了 回来再跟我这种中国人玩 我告诉你 我平躺你们啊 我把你卖了 你得给我谢谢 你得给我数钱 所以玩这些东西 不要跟中国人玩啊 说白了 玩阴的啊 玩白小套这些东西啊 中国人是你祖宗啊 还什么 海外华人 我不想多讲了 那些人 我现在看他们就很低级啊 把自己已经活成loser 话说回来啊 话说回来 香港台湾这个白小套 能保障大陆啊 正常崛起 他care的 他只要care 就对中国有利 你记住这句话 香港就是B1套 大陆的B1套啊 查入欧美的B1套 是保护大陆崛起的 大陆崛起用的 所以这张牌不能丢 美国英国海外 他越啊 越紧张 越care香港 对中国越有利 你记住这句话 另外啊 香港不管怎么闹 不管怎么闹 他就算有一天 把政府大楼都推翻了 你放心 他也是在这个 避免套里边 在这个套里边 明白吧 出不了这个套 深圳河有海关管着呢 他冲不到海 香港烂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一条吧 香港有一天 全体大罢工 都不上班了 最着急的是英国人 你记住这句话就行 因为香港 不光有中国利益 英美利益在那更大 你记住这句话就行 都不上班 最着急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明白吧 我现在透个底吧 英国人 美国人最着急 都不上班了 他们损失的利益 比中国损失利益大 中国啊 坐在深圳河这边深圳 往那边看吧 多美的夜景啊 是不是 哎呀 今天晚上又烧了 几百个亿美元呢 英国是不是 皇室开币股址都没了 给英国皇室买 买尿不湿 钱都没了 就这个道理 明白吧 隔岸管我就可以了 因为香港啊 主权归我 英国如果派兵 有 知道 驻港部队对付 英国不派兵 他在街上怎么闹 也是烂到这个避云套里头 明白吧 我今天讲的够清楚了吧 啊 够清楚了吧 损失最大的是英美 明白吧 中国从香港没收一分钱税 他好也好 坏也好 钱烙不到中国手里 我没有必要care你 反而啊 谁天天抄抄 出来抄着 香港怎么样怎么样 英国美国都立法了 说明他啥 他care香港 他在那利益最大 明白我意思吧 今天 我也讲透了吧 所以大陆人看香港人 就是个避云套就行了 香港就是个避云套 这个避云套会用50年 50年啊 50年以后啊 怎么可能用旧了啊 英美啊 老捅老捅老捅 他可能也就不 怎么说呢 英美这个 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啥了 也就慢慢的萎缩了 不能捅了 再捅真捅漏了 所以啊 这个避云套就得愣了 到时候 50年以后啊 我觉得中国用不了50年 你看 邓小平那时候已经想到了 再有20多年 2050年 是不是 2050年中国是发达国家了 发达国家香港 在中国人看来 就跟现在咱们 中国人看的什么似的 看越南一样 它就是半发达地区了 香港就是半发达地区 它不算发达地区 所以到时候香港问题 也没有问题了 现在上海都比香港厉害了 上海 深圳已经超过香港了 所以啊 你看伟人就是不一样 早就看出来 50年不变 50年以后 看香港 香港没有问题了 现在啊 香港这个避免套 咱们必须要用 因为中国和欧美啊 是不是 还有一定差距 捅他们的时候吧 必须得戴着这个套 你就记住这点 他们在这利益最大 所以它很容易高潮 那么今天呢 我大概给你讲了一下 我不知道海外华人 能不能听懂啊 所以香港 是不是 不是大问题 最着急的是啥 是美国人 英国人 香港乱了 而中国人是隔岸关火 本来我也不从你香港收任何税 你香港好也好 坏也好 不上班也好 你香港人 反正你第二天 你这一个月不上班都跟我没关系 你不上班 你挣不着钱 你挣不着钱 你交不了房费 你香港人自己的事 跟我大陆没关系 你香港政府自己 你香港有立法院 你香港有政府 你自己的事 你能不能交起你那个楼 楼的房租 是不是水电费 你不上班吧 不上班 反正你自己交钱 是你的事 我大陆人不管你 我们只用你来啥 去捅欧美 带着这个套去捅他 让他高潮 出这个主意啊 不知道什么目的 但是我觉得啊 可能不懂 我今天给你讲 讲完以后啊 你就知道了 台湾香港都是啊 用来捅欧美的这个套 台湾更复杂一些啊 台湾 可能我之前也讲过 所以啊 大家有信心 香港我每次去啊 我看香港人很可怜啊 我家厕所都比香港人 住的客厅大 所以我说真话啊 我家厕所比香港人 住客厅大 他们优越感啊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啊 香港人很可怜的啊 很可怜的一帮人 不说了啊 他们等于是被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 两伙人啊 欧美加中国人 玩了 所以大家不要 派把香港这事 挂在心上啊 这个事大家可能好心 但是你要收回来啊 邓小平也不会同意 邓小平活着 他也不会同意啊 不利于中国后门崛起 先不守他 让他自己去闹啊 他闹得越欢 中国后续 手里的牌越多 啊 我大概讲了一下 好了 特别有点 像是